不過小新議員剛好就來問到了 我們在看到ETtoday的民調 有一個挺有趣的 我們會等一下一一來解析 包含剛剛袁智英元旗也幫我們破題了 就是居然還把這個 林志堅也排進去選新竹立委 這是一回事 不過你知道新竹市民對林志堅的討厭度 現在是49.6% 柯建民是48.6% 你沒有聽錯 林志堅已經超越他的師傅柯建民 我講的是討厭程度 所以現在目前林志堅的這種負面觀感 原本我們還以為他在新竹在地更名的構深 應該有洗一些好感度 想不到現在負面聲量甚至贏過柯建民了 因為他簡單講就是他讓新竹市民丟臉了 他讓新竹人丟臉了 還會覺得說讓新竹人覺得被欺騙了 他當初其實說真的啦 就不需要去洗這個學歷嘛 那你既然你是洗學歷的 然後你是抄襲的 被抓到以後你還沒有一個認錯的樣子 我就問喔 你像在高雄好了 一開始他們打抄襲的時候打李梅珍 李梅珍這一件是不是順利的當選了 為什麼他的結果跟林志堅 真的是正反兩面的例子 雖然都是所謂的可能涉入抄襲 這樣子的一個風波 可是李梅珍的做法 他第一個他先向大家道歉 第二個他甚至重新回去唸一個研究所 然後呢他畢業了 然後他說因為他不希望他的孩子 未來在搜尋李梅珍新聞的時候 看到的只有抄襲 所以他做了一個我覺得非常正面的 意義有教育意義 然後對社會大眾有 一個價值的一件事情 這就是他跟林志堅最大的差異 也是國民黨跟民進黨最大的差異嘛 人都可能在年輕的時候也好 或者是說過程當中會犯錯 但是問題是如果你今天犯錯了 也被發現了 那你有知錯能改的精神 我覺得台灣社會人民是非常可愛 也很溫暖的 而且很厚道的 會原諒你 可是林志堅的犯厚態度 明顯不佳 而且非常不佳 甚至相對於其他他們自己 民進黨內的抄襲者們 他都是態度最差的那一個 你看鄭文燦嘛 雖然逃避可恥但有用 他就用逃避的方式就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現在還不是人家做個副隔魁呢 如果林志堅能夠用 鄭文燦這樣子的態度 認個錯 道個歉 或許他去個美國晚一晚回來 風波沒了他的未來的政治前途 我不能說是沒有的 因為他算是比較年輕 而且呢這個 長相有一些優勢 他很會擺拍照片 這個還當時 得到很多新竹市民的喜愛 可是就是因為 他緊抓著余振皇不放 而且透過政治也好 司法也好 甚至余振皇的工作上也好 給他 林志堅跟陳明瞳兩個人 給余振皇這樣子的一個調查官 你去抄別人東西的人 然後你今天被抓到了 你還用 政治司法跟別人的工作權 去迫害人家的工作 那這個更是一定讓新竹市民覺得非常的生氣嘛 你今天你用這樣子的態度對待他們 那未來你會不會也用這樣的態度對待你的政敵 或是對待人民呢 所以我覺得大家會把這件事情雖然他本來是一個 私人的 個人的一個學輪事件 可是你是一個公眾人物 接受檢驗 然後死不認錯 其實說真的越描越黑 所以他越是追這個案子 越說要占自己的清白 他的民調就越低 而且 他是有外溢效應的 所以這個外溢效應 外溢到 整個民進黨 不止 2022年 現在2022已經選完了 這件事情還繼續在發酵 為什麼 他去提什麼 宿願嘛 你當時就不要提宿願 你就默默的 承認也好 道歉也好 就讓這件事情過去了 你也退選了 就因為你 提了宿願 好啦 那現在中華大學的這個宿願 已經看到了 說你什麼 你連 你用什麼樣的統計軟體 你都不知道 這個就好比說 人家問說 這個文件怎麼打的 你用什麼 什麼軟體打的 你不知道word 好 差不多這個程度的意思嘛 我們學社會科學都知道統計的工具 通常是SPSS 你連這個名稱你都念不出來 你要如何讓大家 相信說論文是你寫的 結果最後你對這個 中華大學的論文的貢獻值有什麼 收發問卷 那個不是聘工讀生就可以去做的事情 你憑什麼把它拿來當成你的碩士論文 所以現在大家就在看 台大的宿願 就台大的這個宿願的時間 已經快要到了 你看中華大學連 教育部都沒有辦法 這些委員 因為他們還要臉啊 他們還有名譽 你們知道嗎 這個宿願 是寫完理由之後 就駁回理由之後 或是允許的理由之後 最後所有的 委員的名字 是要印在後面的 他不想要出去丟人啊 這些委員們 審議的委員們 他們還有自己的尊嚴要顧嘛 所以說當然 這個未來台大的宿願會怎麼樣 是不是又會駁回 就變成大家關注的焦點 那我要特別講 台大學輪會的審查 我個人認為 這是我個人認為 中華大學也是很優秀的學校 我沒有要佔學校 但是他比中華大學的審查 還要更加嚴謹 為什麼 因為社會關注的程度更大 然後台大他算是 我們全台灣裡面 這個數一數二甚至國際排行 還能夠有可能排進百大的學校 所以他們對這件事情的審慎程度 是當時 開記者會宣布撤銷 林志堅論文 這個學位的時候 甚至這個powerpoint 就一頁一頁講 是哪裡抄了 然後調查的過程是什麼 審議的內容 當然他不能 每一項都對外公開 可是就我所知道 是非常嚴格的 甚至還叫這個 余正煌他去參加這個學輪會的這個 等於是二次口試喔 他們還說 那你這個 引用資料在哪裡 你現在找給我 然後甚至還就是跟 論文口試一模一樣 然後他已經 那是六年前的事情 他在那邊想想想 滿身冷汗的出去 那跟律師一起嘛 就律師所透露的是 為他們全身冷汗出去 因為 這就等於是 再經歷一次 研究生肺老師口試 那 林志堅敢去 林志堅 去了一次中華大學 一出來的時候 他還記得他說什麼嗎 他說老師都對我很不客氣 現在才知道 原來老師只是問你說你的統計軟體叫什麼名稱 你回答不出來你就嫌老師不客氣 所以我覺得林志堅的事情讓整個 2022的選戰他繼續延燒 現在2023年了 再繼續延燒下去 我覺得民進黨2024年真的是前途未博 同一份民調裡面當然也去排一下 2024年如果立委選戰 在新竹市的話 大家的這個點兵點將 比較有趣的是第一個他把柯文哲擺進來 然後柯文哲佔了 35.2% 那再來林志堅我們剛提到 是19.4% 政政前 國民黨籍的 18.9% 秋顯智時代力量10.8% 那這件事情除了 柯文哲被擺進來 有可能嗎 那 林志堅有可能再戰嗎 還有 民進黨有李延慧不是表態了嗎 他去年不選議員不就是為了等著選立委 居然沒被排進榜內 我覺得把柯文哲跟林志堅排進來啊 這應該只是純屬於樂啦 柯文哲怎麼會只期待選一個立委呢 人家是要選總統 人家都已經表態人了 而且他看起來應該也是參選到底啊 其實 我們從目前民調來看啊 柯文哲大概在總統制度大概有兩成多 的基本支持度 這個兩成多他不會贏 但是他身負一個重責大任就是民眾黨的 純屬嘛 就不分區的席次啊 所以你要說柯文哲去選一個地區立委 這個太這個大財小用啦 那第二個就是林志堅啦 林志堅我認為他應該是不太可能重新下去選舉 他是有可能被民進黨酬庸 安排一個 其實我記得在去年底喔那時候 12月左右的時候那剛拜選完嘛 那林志堅那時候已經沉潛了幾個月啊 他有一點點好像被民進黨切割被放棄了 所以他開始有點焦慮喔 包括他後來也被提告啊 然後他去答辯啊什麼的開庭去講話 結果風向對他越來越不利 尤其是最近這個教育部數院駁回的聲明出來 更是重重打他一巴掌 問題就在於說 林志堅他為什麼要出來刷存在感 還有他的律師 寫了一篇文章 說這個余正煌是大鯨魚 我林志堅我的當事人是小蝦米對不對 不對吧 林志堅是當時蔡英文主席說全黨救育人幫你洗地護航的 人家余正煌是 人在家中做貨從天上來啊 突然就被准進這個論文案啊 還為自己的清白去答辯 余正煌才是那個真的衰到家的人啊 所以林志堅他為什麼那麼急的刷存在感 我覺得 那是他的焦慮 他覺得被黨放棄了 好歹我過去七八年來 新竹市 你們也都說我是什麼五星級市長 不是五星旗 是五星級 我是五星級市長 對不對 小英總統也超愛我的 把我當做民進黨 青年人才的門面 對不對 甚至還 兩屆準備要認完之後呢 還把我拉去 隔壁桃園選市長 直轄市市長 只可惜後來 發展不如預期啊 林志堅就覺得說 好歹我在民進黨黨風光過啊 阿外塞夫 柯建民 把我拉拔到大對不對 怎麼現在黨要放棄我的樣子 就我要自己自救嘛 但我是覺得他應該 沒什麼希望了啦 我覺得民進黨如果對他有情有義啊 好歹沒有功勞有苦勞啊 可能把他安排到一些什麼民間的基金會啊 當什麼董事啊 酬庸一下就好了 不要再把他放回政壇了 不要說 什麼放進 閣員的名單內 因為那時候想說敗選了 蘇貞昌是不是要下台 一時間蘇貞昌要先卡住 防堵愛青德 現在過了一個多月呢 蘇貞昌終於下台了 可是 陳建仁內閣隔員名單 也不會有林志堅的位置嘛 所以我認為說 無論是內閣隔員名單 還是你要放回新竹再去選舉 這就像剛剛曉欣說的 新竹市民覺得你很丟臉啊 你雖然是我們前市長 對你曾經光榮過 我們曾經以你為榮 但是呢我們把你的皮扒開之後 發現裡面的骨肉都 腐爛掉了 所以重點在於 我真的認為說 這個民調把林志堅放進來 看看就好了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 不平衡 皮膚狀況 變差 旺旺推出的 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免購網站 訂購 幫忙 一定要 打鈴 救命 把林志堅走 又讓花 瓶